黄金与机械这几个平民阵容打法 学会哪一个都能轻松通关难题12 记忆离神流 平民玩家在魔女宇宙的第一款通关流派 我们负责生存 伤害全靠离神 这个玩法呢 不要求你具体使用哪一个主C 只要辅助有佩拉和三远七 就能轻松过关 命途方面选择记忆 搬掉虚无和欢愉 主C冰系的禁流最佳 没有的话胜利练度最高的C位 前期按照正常配对即可 等到第二位面 再把佩拉和三远七下载下来 投资选择事件推演 黄金与机械最好用的投资之一 组合则参考如下 进入位面后 我们尽量绕远路走 多进事件或者奖励格子 然后投资根据情况开作弊 优先选复制奖励或者上双倍行标 运气好的话 甚至可以一路下去全是双倍奖励 三星祝福直接拿到手软 祝福方面主拿机一命图 特别是带有离神的祝福 这些都是套路的核心 其中必备的有 福利 纯真 简墨 不寒而栗 其次 畅而若失 剁仇善感 麻木不仁 也是巨大提升 最好都能拿到 回向勾引的优先级如下 回向交错的话 需要把存护的追出来 繁域的随缘就行 记一家存护的回向交错 搭配宏观偏息和回忆的兴奋 角色放个大 就可以直接叠满盾条 没有服选的话 就再补个泯灭回归不等事 实战会非常安逸 其他命途祝福 例如巡猎的载动 致时的灌中脑 繁域的包子也都是非常好用的 离神流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如果boss区遇到了蓝胖 或者可可利亚 一定要绕道走 因为这两个boss的冻结抗性 居然有百分百 没用命途回响的时候 根本动不住 堪称离神克星 关于膨胀流 有托帕的玩家就选它 这个玩法的核心 是需要你选择数据膨胀投资 用六个不同的投资 通关一遍就能解锁 它的作用呢 就是让你制出的蓝色通用增益头面 可以在下个关卡内 无限回合生效 而且投面不是选定了才生效 是制出来就能生效 所以最多能同时激活六个增益 非常离谱 其中最强也是最核心的投面 就是这个追仇了 它可以追击伤害无视百分百的防御 欢愉心神看了都直户内行 具体投面组合可以参考下面 不过这个玩法倒不仅限于欢愉命途 你也可以用主打大招的角色 走致时命途 然后选出猫子摇篮 这样的话大招也能吃到无视防御 如果走的是欢愉 那主C可以选择托帕 顶元 克拉拉 以及下半本的真理 有其中两个角色的话最好一起上 比带个辅助强太多 进入威眠后尽量走战斗区域 有奖励就拿奖励 其次进到事件后 也尽量选择能打架的选项 可以叠投资的增伤buff 祝福的话 优先拿欢愉 凑齐回向高音 高音优先级如下 次选巡猎祝福补充输出 如果你的主C是托帕或者紧元 则正好可以开出欢愉加巡猎的回向交错 这个回向交错不仅可以拉条角色 还能拉条杖杖和神军 让原本出手较慢的神军 也能打出多次追加攻击 配合追仇的无视防御 伤害简直爆炸 如果是克拉拉加杰哥 或者是三月期的反击流 那就再拿点存户祝福 公司购物流 黄毅与机械最简单的一个流派 平民玩家指定逃和打法 适配所有阵容 你只管买买买 碎片由黑塔来出 首先投资选择公司时刻 然后选择能正米的头面 这个玩法的核心 就是要拿到奇物 天才俱乐部普通八卦 配合投面获得双倍碎片奖励 如果你开局就能刷到这个奇物 那这把我只能用五解来形容 后期碎片多的花不完 到结束总共100多个祝福 加40多个奇物 我都不知道怎么输 进入微面后 尽量绕远路走 开局先走事件和奖励格子发育一下 事件有多个选项时 尽量选碎片或者奇物 奇物就算是负面的也没关系 因为之后可以通过典当卖掉换钱 在进交易区之前 剩下的宇宙碎片 最好保持在300以上 到交易区之后 我们又先找黑塔买奇物 尽早买到普通八卦 其中还有这几个奇物 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然后再找罗斯姑母买祝福 又先买自己命途的关键祝福 其次生存类的祝福 也是高难本必买的 不然根本活不下去 命途方面 购物流适合所有命途 像是比较强势的智石 繁育 以及需要发育的蓄屋存户都能玩 智石命途就走智石欢育流 主拿智石 复选欢愈和巡猎 其中欢愈的猫的摇篮 和巡猎的几杀回能非常关键 看到就满 然后主C选银芝 官方指定外挂 难度12直接跟boss上演 激情互妙 四选鸡子 紧元 清雀 毁灭3C 只要大招有AOE的都OK 凡玉的主C 只有隐悦或者清雀可选 祝福主选凡玉 复选巡猎和智石 提高伤害 个人觉得凡玉隐悦 是刷魔力宇宙最快最爽的命图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虚无的话 挑战高难度时 生存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建议走虚无离神流 主选虚无 复选记忆离神 然后再多找点生存流的祝福 甚至配对也可以三宝一 主C卡妈加两存护 加一男妈 反正输出都是黑大帅打的 至于存护命图 最稳健的一个流派 主打一个安心 有杰哥可以玩 后期阵容甚至可以下掉主C 上三存护 加一辅助 敌人根本打不动 祝福方面主抓存护 凑齐反正相关的祝福就行 遇到减伤累的也直接满 下课